做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做完的這個久準發表 有沒有辦法讓它變得更簡潔喔 OK 那如果要變得更簡潔喔 其實你應該把那個format的部分學得更好 那format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樣把這一行先註解掉 那如果我今天用format的話 一樣用printer printer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觀察一下 它們基本的格式都一樣 只是裡面的變數不一樣 它一定是一個i 一個追 一個i乘追 所以呢 我知道 所以我可以先給它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裡面的話 一定會有個i 那i的話 我如果不給它任何的資料格式的話 我給它大瓜五 反正放什麼都可以 那乘上什麼呢 一個追 一個大瓜五就好了 再等於什麼呢 等於i追相乘的結果 最後的話 我希望給它一個tab 所以你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用format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一直轉型 然後不用一直串接 反正你就全部先把字串先放上來 那如果是變數 你就加大瓜五 這個感覺其實還蠻簡便的 後面的話 你就加一個什麼 點format就可以了 那format之後的話 因為我們前面有幾個大瓜五呢 總共會有三個嘛 所以三個的話 意思就是說 你的format瓜五裡面 你就必須給三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就是i 第二個變數就是追 第三個變數的話就是i乘上追的結果 那它就會怎麼樣 一個蘿蔔一個坑 幫你把它 只要跑一個 它就幫你把它丟一串 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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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程式寫完了 就這樣而已喔 OK 看得懂我意思吧 所以以後特別注意啊 如果你會用format 很多東西程式變簡單很多 如果你不會的話 真的一直轉轉轉轉 串串串串 雖然結果也OK 但是你會發現上面的寫法 相較於下面 我覺得下面真的是簡單多了 OK 結果是不是完全一樣喔 我弄一下也不會看喔 應該看得懂吧 前面一定是一個字串 後面一定是format 再把這三個東西 放到這裡面來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 非常的 我覺得就是把它分開來的 分別處理 OK 好 執行給各位看 結果一不一樣呢 這個時候的話喔 好像還漏掉 漏掉什麼 對 end 所以有的時候 難免 OK 尤其是如果你程式寫越久啦 你腦袋可能越容易出現那種 當機的狀態 所以 反正沒關係嘛 就看就知道了 所以你要看懂哪裡缺的 你就補什麼東西就OK了 有沒有 完全OK 沒有問題 應該了解這意思啦 所以大概就是轉換一下 後面有蠻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的 最後的話後面我提到 如果我要把它變VBA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我就在這個 ecell裡面 那ecell裡面的話呢 一樣先列 前面有沒有 列橫向是列 縱向是藍 那A到I藍的話 其實就是 你也可以用 A到I的自串 你也可以用1到8的 1到9的數字 其實都可以喔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有沒有 你知道嗎 一樣1乘1等於1 清除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乘4 基本上跟剛剛有什麼不一樣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用VBA的話 我們是for i in range 不過呢 在VBA裡面 它可以用 1到多少的敘述 所以就不需要用range 直接就是1到多少 中列加個2 所以呢 這邊for i等於1到9 for j等於1 也是1到9 那我一樣 把後面東西串接之後 直接丟到前面的儲存格 所以sales iJ的話 意思指的就是哪一個儲存格 我就把後面的東西串 丟一個 串一個 丟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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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丟 那最後清除的話 就是把裡面的東西全部都塞空直串 所以把它清除 按一下 就全部清空了 OK 所以呢 後面的話呢 我大概補充一下 有關VBA 寫那個 就是九者成標表的部分 我把它放雲端 給各位參考 來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大概就是把那個 這個邏輯 跟for回圈 大概先稍微做個介紹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我們就會再把那個for回圈 的一些其他的範例 再講一下 那再來就是講 壞回圈 那壞回圈 其實跟for回圈 有蠻多地方 是相通的啦 也就是其實如果 剛剛九十三號表 你也可以把它 用壞回圈 再敘述過一遍 不過只是 有一些地方 是一樣的啦 不過有些地方是不一樣 強調的點也不一樣 像壞回圈 強調的可能就是邏輯的 判斷部分 至於要怎麼改寫 我想如果有時間的話 後面有幾道題啦 比如說用for回圈 輸出星號 那這個星號的話 就是1到13顆星 如果要把它變出一個 三角形的話 這個地方如何用 那個for回圈來做 當然有正三角形 有反向輸出 有反向輸出之外 在前面 正向輸出前面要加空白 那反向輸出前面再加空白 甚至你可以再做出一個 三角形 或者是做出一顆耶誕樹 也可以啦 耶誕樹不是一個三角 一個三角 然後最後再做一個正方形 讓它跑幾個回圈輸出 也是ok的 那這個當然就是 凡圈的相關練習啦 主要確定 你是不是能夠真的在 短時間裡面 可以把那個for回圈 給做輸出 再來就快回圈 那快回圈 其實跟for回圈之間 其實可以互相轉換的 所以下一次 我會跟各位講那個 快回圈如果 要拿它來做 一樣的事情 包含就是 1加到99 快回圈怎麼寫 然後 九九成法表 用快回圈 有沒有辦法 也有辦法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回去有時間 請各位就是多多再練習一下 第三個單元 那再來後面的話就是 VPA到Python 不過這個單元我可能會大概略講一下 再來就是串列 字典 檔案 跟資料庫 所以第五個單元慢慢進入到 最重要的點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 再多花一點時間 然後建議 一定要實做過 不然的話 這東西其實你要真的拿它 做一些後面的應用 可能就會有問題